各位亲爱的特工 火星情报局第三季收官会议 现在开始提案 薛副局长 薛 副局长 对 对 有什么吩咐局长 来 点一个人 OK 还要转 你这样累不累 很累 你要不要弄个瞄准期 今天第一个提案的是 刘维 我发现 既然你不需要 那我就成全你 我发现 火星急需召开一次 以老派为主题的紧急会议 什么意思 因为朱真哥来了我们当中 就掀起了一个老派的风潮 特别是00后 90后 有的时候会读不懂 朱真哥有一些试词 顶报纸 还有他穿着 还有他那些姿势 所以今天我觉得 需要开一个紧急会议 跟大家讨论一下 现在00后 90后 觉得哪一些东西很老派 我们问一下 我们全体现场的特工 你们觉得哪些行为 在你们看来是老派的 请举牌 表达一下你们的想法 哇 这么多牌 你看 群众的呼声 我今天是要造反了 今天 哎哎哎哎 你看后面 相亲是老派 哦 朱真后面有一位 没在阿拉扇 种过树 这什么意思 大家难道不知道 用手机可以在阿拉扇种树吗 不知道 什么意思啊 好老派啊真的 小伙子你说一说 阿拉扇种树是个什么事 这是一个手机的软件 其实我们每天出行的 跑步啊走路啊 一些比较低碳的 环保的一些生活模式 都会给我们积攒一些 绿色的能量 当这个能量积攒到一定的值的时候 工作人员就会给我们在 阿拉扇种一棵树 哎这个有意义啊 这个我觉得不关乎于是什么派 叫做工艺派 或者是绿色派 环保派 对 对不对 我希望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 不管 哎你稍微 好吓的 少一下 我给你累就累 决志签 好忙啊 他今天一开会很累 你们都不记得吗 上两期最后的时候 就突然就爆破了 很危险的 要时刻注意 所以我希望现场所有的朋友 不管年纪大年纪小 大家都加入环保派 好 老派 哎 珍珠奶茶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珍珠奶茶老派吗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不会点珍珠奶茶了 谁说的 不可能 超爱喝的 原味一定要有珍珠果 然后搅起来很Q弹 这老派吗 你现在去那种奶茶店店 来一杯珍珠奶茶 别人觉得有 真的有点老派 但是我就是 有一点 我们现在点珍珠奶茶的话 都会说 我要奶茶加珍珠三分糖去冰 我们都点奶盖 然后果茶 咖啡什么 什么叫奶盖 你没吃过奶盖 没有 感觉很老 好老派 你知道什么叫奶盖吗 我不知道 奶奶帮你盖被子了 神经病 我们来看看 这边有什么 莉领 莉领boy是啥 我知道 她说的是那种穿Polo衫的人 把莉领举起来 修不了 感觉自己俊帅无比那种 不好意思 那如果是薛之谦穿莉领呢 是公平吗 那我知道 就是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 因为后面有一个姑娘写着 薛之谦觉得老派就老派 就老派 感觉我有一个我得说 你这个Polo衫有这个领子 就是让他立起来的 谁说的 暴露了 暴露了 永儿哥 田园你穿Polo衫 是一定把领子立起来的 真的假的 我儿子穿 我也教他立起来 我有照片 好老派 这个不是老派 这是什么 老土 Polo衫 立领不是最可怕的 我爸爸还有一条绝杀 而且把这里缩进去 扎在里面 那个就赢了 对 然后带掉皮带 然后全身都是运动装 在脚下穿一双皮鞋 你受得了吗 你也这样出去 大家还会觉得你帅 我觉得男生又喜欢办 对妹子来说 就是一种暴击 瘦子解到胸口 会露出胸毛啥的 来吧 烧饼露一个 我大点事 哎 哎 哎 紧一点 你看 烧饼这样子就很有型了 看到没 哇 天呐 这个领子还可以 就是完全翻 对对对 哎 这个可以 局长 这个太老派了 有没有发现在脖子上面 刮沙好老派 生活当中 你会可以看到 老派有三大神器 我认识的男生啊 就像 我认识的男生啊 只有两位穿花衬衣的 一位是朱真哥 一个是张绍刚啊 对对对 张绍刚来说是头头花到尾 他的每一个西装都是花的 我觉得还有一种很老派 就是男生爱穿那种紧身裤 黑色的 下面穿一双亮皮的尖头带根 你是故意的吗 那 哎 在这里 哎 哎 这个好可怕啊 他那个毛衣 他是透照的 然后 千千的腰好细哦 他的腰感觉比刘涛的腰还细 好 我们来看看啊 还有没有其他的 这边有说睡午觉 啊 不熬夜睡午觉 就老派吗 一般喜欢睡午觉 一般都是爸爸妈妈那个年龄吧 像我们年轻人现在比较喜欢 在那个时间段里去打打游戏 局长一定不会睡午觉 我没有时间睡 局长在那个时间一定是在读书 哎呀 很会讲话 你这种拍马屁的方式很老派 哎 但是我有举报一下 如果有些人是从早上 睡到下午三四点 哎 薛之谦就这样 我基本上看到天亮对我的信号来说 就是我睡觉 那你不困吗 那个一夜不睡 我是习惯了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哎 我这样子时差不好 但是我问身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哎 早睡早起 其实真的很好啊 身体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什么要熬夜了 真正喜欢薛之谦的 我们一起用手指头指趴 然后告诉他 不要 不要熬夜 不要熬夜了 说那么多遍 听到没 我的天啊 但是呢 有一个人呢 他已经老了 他还不服老 哎呦 就是朱镇 哎呦 我跟林跟金达 就会说经常一起玩游戏 你千万不要让我沾到游戏 沾到游戏就陪你打到天亮 打到早饭 早饭再打到午饭 嗯 然后他明明是身体不行的 就陪着你扛 游戏里面就看到朱镇那个人都不 那个人物都不知道在干嘛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 不是他是不服输啊 他永远要赢一局睡觉 一直很难赢 哎真是 看着天亮了 哎 你们在玩的时候 每个人配上一片寒树黑面膜啊 哎 这样就没关系 这样熬夜带来的一些伤害 就会小一点 嗯 好 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哎呀 这个姑娘什么 讲究门当户对 哎 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门当户对 其实是双方家庭在台里 和世界上的对比 孟诚啊 哎 你现在有可能就面临这个问题 你门当户对吗 孟诚 听说杜海涛好像是一个隐形富豪 对啊 沈家和杜家 对 我是觉得啊 门当户对 大多数都是要求上 精神上的门当户对 同意 三观一致 好 接下来还有谁 嗯 你长得很像我的初恋 这什么意思啊 姑娘 比如说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会说你长得很像某个人 这种搭讪方法 很套派 朱珍你觉得呢 这是在这儿啊 哎呀 哎呀 我也是 哎呀 就以前学校的时候 还有这么多搭讪方式 你走在前面 哎 同学 你的黑板掉了 哈哈 黑板 黑板 对啊 黑板怎么掉啊 对啊 同学 你的黑板掉了 来 同学 这么大一块 来 何学 哪会要黑板啊 这些都好了 我看